一顶被签名的帽子引发的尴尬 草帽姐无连跑到旁边的座位转坐路人 导演组又怎么会让你轻易离开呢 草帽姐你乖乖地回到原先的座位 继续面对尴尬的事情吧 我们的情侣演员已经离开了 没想到草帽姐还在无连掩饰她的尴尬 造型是一直在安慰草帽姐的目的 是为了接下来更加刺激的事情 我平时也经常爱上架子真走了真走了真没关系 走吧走吧不管她了不管她了真不好 你一过来就碰到这一身 哎我跟她说了啊 是我说了 这个没关系真的不赖您绝对不赖您 我给你稍微去一点点东西 哎你干几年了 我干了十多年了 你发现吧 对对对 你干嘛来这样 我是山西的 山西的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哎呀哎呀 哎哎呀 咱们就不好 队对 坏补手了 不好意思你给我 哎呦 你给我捏这边 捏这边 不好意思 哪里啊 来来来给我把一下 你 哎呀 你们怎么了这是 哇 突然她看到了 这个是我们设计的第三个区 这里 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这不是不赖您 egentligen 我太激动了 您坐着 您坐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那个什么吧 那个姐 那个 今天就是 我 不好意思 今天我也给您服务不了 我帮您找我们老板吧 我们老板是在这做做最好的 韩国人 韩国人 不好意思啊 她刚从韩国回来 对 真不好意思 我这一见到你也太激动了 天刚他们一笑 太激动了 我也讲过了 不好意思 我打个电话 给我们老板打个电话 让他过来帮你做一下造型 您坐完 跟您没关系 您坐这边坐在这 先坐一边 不好意思 稍等一下啊 喂 韩国姐 那个什么 咱们店里面拿了一个那个明星 就是那个星光大道那个草帽姐 结果我这太激动了 我这好 草帽姐啊 我们的造型是不是受伤了吗 你怎么还在看过期的洗发水啊 而且还看得这么认真 你是真的很爱头发 但是不担心我们造型师满是鲜血的手了吗